第五十四屆全國技能競賽 在南港展覽館開幕 行政院長卓榮泰 勞動部長何佩山 和教育部次長葉秉承都出席 勉勵選手大展實力 應該是要挑選出明年的國手 是國手的選拔賽 要代表國家去爭取更好的成績 這個技能競賽從民國五十七年開始舉辦到現在 它的歷史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以上 要代表勞動部像這樣一群 在廣大的技術領域裡面 為台灣經濟奉獻的偉大的英雄們 在行政院長見證下 兩位選手帶領全體宣誓 以公平公正精神參賽 本屆技能競賽主題為 這一刻憑本式 特別邀請歌手派偉俊 擔任大使現唱主題曲 為選手加油打氣 四十六屆的國際競賽 也特別比照國際賽規格暖身 在周邊規劃主題展示區以AI科技為主軸 讓民眾互動體驗 我們這一年的展示區廣達七萬多屏 然後這個也有雙語的服務 因為明年我們2025亞洲的賽事即將在台北舉辦 所以這是一個難得的在台灣 那個技職力能夠被看見的一個機會 那麼我們希望藉由今天這五天的賽事 能夠進一步培養未來的這一個國際競賽的選手 第五十四屆全國技能競賽 匯集全台青年和青少年 總共六十九個職類同場較勁 規模是歷年之最 也為明年的亞洲技能競賽做準備 讓世界看見台灣技職力 以上是中央社記者張志燕 張雅婷 來自台北的採訪報導